拉让江 全长约563公里 是马来西亚最长的河流 也是沙拉越诗乌人的母亲河 1901年 黄乃商带着福州人夏南阳来到诗乌 从此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 福州先被在这里落地生根以后 不但对诗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将福州人的文化发扬光大 因此诗乌也被称为新福州 在1850年初 已经有张全人在拉让江活动了 我们如果以1862年就为一个起点来讲 也就是说很肯定的就是1862年 张全人已经在诗乌这个地方 设立他们的这个我们讲 他们的色情已经形成了 那主要当然是集中在 这个目前你们所看到大伯宫庙 向这个海泉街下来这一段 这个地方就是中央市场这个这一带 助力于拉让江边的这座永安亭大伯宫庙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已经存在 它象征了福建张全文化在此落脚的印记 也隐喻着难来先辈的心灵所需 根据史料记载 继福建张全人在十九世纪中叶落脚诗乌后 其他籍贯的华人在二十世纪初 开始陆续大批难来 在诗乌从事开疆拓土的艰辛工作 将不同方言群引进诗乌的关键人物 是沙拉越的第二代白人拉者 查尔斯·布洛克 查尔斯·布洛克本身当然 他引进华人 他是记忆一点 因为他曾经讲过 这个整个部洛州 甚至沙拉越的这个台北 没有华人 是很难完成的 为了开发土地 查尔斯·布洛克跟多位不同籍贯的领袖签署合约 分批引进华工来到诗乌开辟啃厂 而当中又以福州啃厂的成就最为突出 加上福州移民较多 对诗乌的影响力也较大 因此诗乌也叫新福州 新福州的故事 要从新福州之父黄乃商开始说起 受基督教教义影响至深的黄乃商 在立他立人的精神下 决定南来为同乡找寻全新的生存空间 几经辗转 一直到了1900年 他才抵达沙拉越来到了诗乌 与白人拉者政府签订了肯长合约后 黄乃商就赶紧回到福建省 招募同乡南来 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成功召集了1118位福州同乡 分三批钱来诗乌 第一批抵达诗乌的福州人 就生活在诗乌新珠山河畔 他来的时候 大概他们居住的方向 是这个方向 那么也有一些住在这边 那么他们就划分了 划一个六区了 六个区 1902年6月7日 为数511人的第三批福州人 终于也抵达了失误 这三批福州先前加起来 一共有1118人 118就代表福州人早期来的那个人数 因为福州人来的时候 没有很完成的记录 因为有些人来的不久就去世 所以以后他的孩子来 所以以后他的孩子来 找不到他组先的埋葬在那里 所以只能热心来代表 1118先代表一位全方的先鲜 三年后 黄乃长卸下了啃厂的职务 便返回了中国 他离开失误后 1904年 福州啃厂交由美国传教士 傅雅各牧师接任 第二位的罗家 就是Charles Anthony Pruc 第二位的罗家 他officially appointed him the head of owner Sanawapuchals 就委任他为 Sanawapuchals的福州人的头 所以因为他在这里 32年 他因为跟美国的关系 所以他引进了有好多的 所谓的文明 比较科学的东西 那么他在32年里面 他在拉兰江建立了 41间的礼拜堂 建立了40间的学校 主要今天来说的就是华小 那么他的太太傅马力 她是很伟大的 他就建立了 第一间的女生的学校 就是育婴女校 育婴女校 听说他的福州话 真的非常的流利 我听过妈妈讲 以前是他的学生 就和他的学生 1901年 新福州之父黄乃桑 带领福州人南来 也带来了卫礼教 而十年后 在陈炳中牧师的带领下 来到师屋的新化级移民 大部分也是卫礼教教徒 这两个籍贯的大规模移民 与卫礼教的关系都十分密切 师屋更曾被称为卫礼之阵 二十世纪初 由卫礼教所新办的第一间华文学校 在新珠山上诞生了 也就是今天的光安小学 黄世丽和黄淑林 都是光安小学的老校友 光安小学校是我的母校 是我的母校 我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是在这边 很多早期的牧师 都是当时的教师 当初所有学生 在香港 不要不要平权 没有穿鞋来上学的 他们没有钱买书包 就是